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采访 这个采访总统啊 采访谁哪个总统 叙利亚总统啊 是吗 没有没有都是公司的安排 巴赛尔阿萨德呀 这你说我做这个 我也是老新闻工作者了 我这辈子采访的最高的领导 也就是一个省部级的 他那次采访要是搞一点什么花样的话 世界就此改变了 嗯 什么花样 但是现在啊 你知道现在国际上好多媒体 都在转载我们的新闻 现在今天听说 还有一些什么美国的电视台什么的 要买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 都可以卖了 他样子还是挺帅的 对 眼瞅着小田 你们这就火了 没有没有没有 下一个任务就采访普京 狗富贵无相忘 不是不是 涛哥 你知道我再从叙利亚回到北京 刚一回北京你知道吗 就有好多驻华的一些 那个外交官 其他国家的外交官 就开始联系我了 他们就想拿第一手的资料 就说 听说你去了叙利亚 我就很奇怪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后来他们说 我们看到凤凰的新闻 而且你也很有风采 我看你明显颜值比他高 真是 你指着什么 是徐老师还是巴萨 不是 巴萨 他讲的是巴萨 你跟巴萨做一块 我主要看的都是你的脸 今天这个新闻也没有办法 将来我觉得真的就是女人的天下 而且要说咱们凤凰这些女将 我真是很钦佩 一个又一个奔赴最危险的地方 把男人留在家里 回来跟我们聊聊 局势现在更复杂了 土耳其把俄罗斯的飞机打下来了 说是俩飞行员地面武装捉了一个 另一个可能是在跳伞过程当中 就空中就给打死了 是被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打的 哎呦喂 为什么 叙利亚的反政府武装在下面 他们两个人下来 本来可以可以逃生的嘛 他们就打他 然后你就知道了 这个土耳其原来跟俄罗斯 还是千年恩怨的 好家伙 两百多年 这两个国家一直在战争装 就是说过十几年打一回 过十几年打一回 打了十次 然后我看网上有说 说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就是这个 大家记住会考的 说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然早了 但是一个确实就是冷战以来 差不多二十年来 现在是最危机的 上一次俄罗斯的飞机 被北约打下来 是在1952年 所以现在就看普京会怎么来 然后就是说 他就是土耳其就是说 他侵犯我们这个领空 什么五分钟内警告了十次 所以才打的 但是这个俄罗斯这边就说 我没有 我们离那还一公里 或者后来又说 说我们就是去过 也就是几秒钟 但是我看网上 有那个军事迷分析 他那个交界的地方 是一个蛇形的 蛇形 也就是说 如果就飞过去 就算穿越你的领空 那也就几分钟 一下就过去了 就是所以说 土耳其这是伏击 他们说在这个两三分钟里边 警告十次 那速度是 窦文涛跟董家耀的速度 不是 董家耀的速度 我成一二 而且还有啊 你看我们看到视频的 就是把它打下来的 那个视频 那飞机就坠落呀 就是他不仅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去警告十次 而且他还可以把整个过程给拍下来 哎 你这个 但是说是 又是说反政府武装拍的 而且我就看了 因为在叙利亚境内 你采访这个巴什尔阿萨德 哎 我觉得这个人说话还清楚 是吧 他对他讲的事情啊 这个这个非常明晰 他不闪说 对 哎 我看这个人讲话 他就讲得很明白 说这个 IS 这个就是 土耳其 和沙特 支持他 哎呦 涛哥真有看的 当然了 我就可为了看你 我也得顺着看看他呀 对不对 对他确实有讲 就我会问他 我说 那么IS 他之所以可以存在那么长时间 那他 他比如说他的钱是哪来的 一个呢 就是 当然有说 就是他背后的金主 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个沙特的人 甚至他们有说嘛 我们在那住的 就是四季酒店 为什么住四季酒店呢 因为四季酒店 他背后的业主是沙特人 说IS不会打他们老东家的产业 你就住那吧 你放心住 就会这样 但是那另外又有一个 就是他们的很重要的 现金的来源渠道 也不一定是现金 资金 就是什么 卖石油 那石油是怎么卖出去的呢 就卖到土耳其 什么通道呢 对 然后那个转账又是怎么完成的呢 那阿萨特就说了 他说就是土耳其 而且这个 所以最近对外界这个质疑啊 土耳其这个总理出来回应 还出来回应出一个笑话 你知道吗 人家就说 你们土耳其跟这个ISIS 有什么不同啊 他说我们简直完全不同 我们跟他们的不同 是360度的区别 大家一算360度重合了 而且他不止说一次 好像是 没人跟他讲了 他后来有一个 换一个场合 他又说一次 我们是360度 有人说你到底是说错了呢 还是故意的呢 这什么意思 这个世界上能理解他的 只有我 我能理解那个思路 我也会这么说 因为我想象的360度 是翻了一个面 是翻了另一个面 你明白我们这种文科生 你们是爱因斯坦式的思维 对我们这种文科生的思维 我也会说360度 我不会说180度 但是在我的脑子里 它是反面了 但是没想到呢 你再看看图 你就知道了 咱们看看有图 哎呦 你瞧 这来家伙放烟花呀 被击中 苏24 然后你再看看 这个 哎呦 你看像地面 然后反政府武装在地面等着呢 打靶呢 这这跳伞 然后你再看 顺带看一下 这次土耳其飞机是F16吗 土耳其 这个空中特技表演 哎 可以看一下他们的神采啊 然后你再看 就是这位 土耳其的总理 你看讲了吗 360degrees啊 360degrees 嗯 对 好 对 你看还比划了 还比划 他至今也可能认为也没错 是吧 小田听说你采访完阿萨德的巴萨尔之后哈 你还特别想采访土耳其总统 是听谁说的 不是 我觉得啊 作为 作为一个这种平衡 新闻平衡的话 那既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他现在出现在了我上一个采访对象的 他的回答里面 那么当然我会很好奇 如果有机会的话 为什么不能 哦 是这样一个想法 有没有其他一些个人的原因 没有啊 那我觉得啊 没有 你说到这个土耳其和俄罗斯啊 嗯 我觉得 埃尔多安呢 他之前就有 被说做是这个土耳其的普京大帝 就后来你想想 这两个人啊 身上还真的是有一些共性的 你觉得是不是 没错 两个人做的都是帝国大梦 而且都是那种要恢复以前的那种 帝国的恢宏 庞大 而且呢 是与四面为敌 自己就有点那种豁得出去啊 什么都不管的那种 比如说两个人啊 都是试图修宪 他要改变那个总统在位的时间 这样子的话 自己恋战呢 他为自己铺路 而且两个人都给自己修宫殿 你看就完全不管不顾的 阿尔多安 阿尔多安花的是六亿美金 修了一个宫殿 然后他们说完全是 奥斯曼帝国的那种 大厦的那种气势啊 就在那 然后就住进去了 很舒服 普京呢 是花了十亿美金 修了一个叫做普京宫殿 但是呢 他自己拒不承认 不过呢 说很有意思的是 那个宫殿的设计师 是一个意大利人 修完了之后 就马上拿到俄罗斯的绿卡 问题是他有宫殿 没皇后啊 就一光棍子 这就希望你去找找他 听说你再也还期待 采访普京是吗 我啊 我觉得普京会是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采访对象 对 所有的女主持人都这么认为 你有看他的一些 对那些记者的回复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智慧的人 但是呢 也是那种啊 就有点目中无人 如果我印象很深的 就别人在问他 就是他对那个 新闻自由的压制 就问他说 你怎么回应这个问题 他怎么说 他说 男人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解决问题 去做到他 女人要做的事情 就是制造问题 让他去解决 女人要做的事情 就是你自己去不断的挣扎 哎呦 你看他就是说这种话 太俄罗斯了 对吧 太俄罗斯了 这个我看这个巴什尔阿萨德 他就是指称说 这个埃尔多安 想当苏丹 他就是明明明明明 在图格尼夫那个时候 写了一篇文章说 男人是两种 一种唐吉克德 一种是哈姆雷克 如果你说土耳其总统 跟普京有相似 我觉得本质上 一个是唐吉克德 一个是皇子福仇级 哦 谁是唐吉克德 土耳其的那位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大国梦 他的大国梦 虚幻的多啊 他虽然历史上奥匈帝国 那是非常厉害 整个数千年 他也是非常厉害 但是今天的世界版图上 俄罗斯跟土耳其 完全不在一个级别 你知道中国的网友 怎么评论 土耳其飞机被打下来的事情吗 中国你知道大家 很多人崇拜普京嘛 但有一个人说的最妙 睡觉吧 明天早上起来 说不定土耳其就不在了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不会 还有北约呢 北这次的吊诡地方 就是到底是 他这一出击是 北约他们策划好的 用这个角度来 给普京一个难看呢 还是说 土耳其自己在 浑水摸鱼 绑架北约 甚至美国呢 我相信 我相信是第二种 我觉得是 对 当然有这种理论 就是说 这个土耳其 这个二愣子啊 就出来为北约出头 但是实际上 你看看后来 这个奥朗德 还有奥巴马 他们的反应 其实感觉 他们很着急啊 就是那种 就说哎呀 你怎么干这事呢 包括奥巴马都说了 他说当然土耳其 是有权力捍卫自己的领空的 但是呢 是需要对话呀 你知道 徐老师 今天是个什么时代 这个 是个叫什么呢 我觉得 小兄弟 给大哥找事的时代 你明白吗 现在我发现 这个 这个年代伦理乱了 所以你普遍会看到 这个比如说是尊老 敬老 任大哥 这些个伦理啊 慢慢的 我觉得在崩溃 我现在在很多 包括在一些公司里 你看到的都是这种行为 就小兄弟吧 小兄弟就是干了再说 大哥来收拾局面 哎 现在这个进入这么一个游戏规则 经常是 所以你说土耳其 我也觉得 他就是自己这么干了 嗯 干了之后 哎 当然他会考虑风险 然后呢 开始打招呼 现在这怎么办呢 哎 所以 他为什么要就这么干 也有两种可能 要不就是有自己的小算盘 啊 要么呢 就是错误 领会了老大的意图 嗯 太着急了 无论如何 都是给菲律宾 或者台湾某些人 做了个坏榜样 嗯 说的话我越来越难懂 枪枪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嗯 这个小条跟这个巴萨尔之间的情谊 我们下一集专门谈一下 是吧 没有情谊 采访节下的情谊 不算情谊 对 接下来采访埃尔多安 采访普京 没准你这一说 过两天阿萨德打电话 小条给你联系好了 没有 我跟他们的情谊 都比不上和涛哥的情谊 会说话 行 那咱们换个话题 这个 现在的人你看都喜欢 就胡乱聊 你知道吧 就连一个 你知道这几天国内出了个大事 成了一根议题了 就是这个南航的这个事情 有一个咱们的算是同航 12年的 一个东北记者 然后在这个飞机上发了 长梗组啊 宿内善呢 什么的 反正这个人 已经0.8米长的 这个0.8米有多长 0.8米长的坏死小肠 被手术切除 而且徐老师 你说咱们这个节目 真是就很诡异 你知道吗 很有意思 我那 我昨天我不是刚说 那个烧伤医生阿宝吗 这个烧伤医生阿宝 上了我们节目 对吗 上了我们节目不久呢 他在一次医患冲突当中 被咬断了手指头 然后呢 我怎么看 这个记者 最近南航的这个事件 到最后呢 也把阿宝给牵连出来 这个事情就 为什么跟阿宝有关 我跟你讲啊 就说这个记者 他先写了这个事 这近人皆知吧 他坐那个飞机 从沈阳到北京 空中发了这个疾病 结果就是叫急救车 对 叫急救车 就关于产生了 现在的争论 就是谁要把他抬 抬上急救车 还有飞机在地上 拖了50分钟 对对对 这个0.8米的 这个就是因为 这50分钟耽误的 对 所以我说这个记者 为什么他就会联系呢 一个是说 说哎呀 我写了这一篇生死之间 这个文啊 没想到这个抢了个头条 跟汪峰也打了一下招呼 是吧 然后今天他又发了一条 就是说 虽然我抢了头条 但是跟普京大哥 还是没法比啊 跟那个土耳其 击落苏联飞机 我觉得这人聊天的风格 有点像千千三人行 对可以考虑情况 他又谈了另一部分的情况 就是他最后到了 被这个急救车 送到了首都机场医院 然后呢嚎叫 然后呢 就这个就说 这个救护车的人 就说哎 交钱交钱交钱 他已经昏 又半昏迷了 拿着钱包 说求求你们帮我叫 做了一通检查 结果不知怎么回事呢 后来又把他送到了 999 999急救中心 999急救中心 给他做了这一通检查 但是这个医生到最后 他疼的不行啊 他就疼的不行 但是这个医生呢 看不出他什么毛病 一开始 后来呢 他投诉的一个 就是这医生问 你说你是不是吸毒啊 你到我们这儿 是干什么 确实有很多吸毒的 装这个病 到医院骗这个麻醉品 所以就要吸毒 后来他气坏了 他说 我这个从飞机上抬下来 急救车送首都机场医院 又送你们999急救中心 你查不出来 你说我是来骗吸毒的 好 这个时候 他说 他给烧伤医生阿宝 打了电话 据我所知 阿宝也在住院 阿宝其实这方面真帮忙 阿宝马上就说 给他帮他联系 就是这个999急救中心的 就是说 把他送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这样才动了手术 切了这个坏死的 0.8 0.8米的 要不然切两米 还得找熟人 还得找熟人 而且上过枪枪三人行的熟人 特别是上过枪枪三人行 还被骂的熟人 比较有用 所以涛哥你不用怕了 你要去医院的话 你可以随时找阿宝 对对对 国内找阿宝 国外阿萨德 对 这瞎联系 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南行 咱们可以看看图片 南行给他送了花 他这个记者 就这位记者 你看看 多像一个小肠 被切除0.8米的 这么一个义愤之势 怎么看也不像吸毒的呀 有时候吸毒的 也就有点神情 我跟你说 你看下边 南行送的这个花 南行派领导派什么 专门给他道歉 跟他交流 而且南行送的花 确实有点情人节的色彩 就是说 南行跟他谈了谈 其实这个记者 他现在老想 就是说 例证清白的一个审 就是说 南行说要赔 很多人 很多网友还说 你干嘛不让他赔呢 他说 我不想失了我这个立场 我不要这个赔 我就是想弄清楚 以后不要再有人 因为这个受害 你们到底 机上有人发了疾病 应该谁往下抬 是急救车的往下抬 还是空姐往下抬 但他就 所以他就说 徐老师 你怎么看这事 我不知道 是不是南行 一家的事情 还是国内的航空公司 都有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这一类的指引 我没有足够的证据 我自己 我跟你告诉你 今天北京的报纸也登了 有这方面的指引 有这方面的程序 有这方面的训练和演练 也这个很好的救治过一些 空中发疾病的人 但是呢 也有一些投诉 就是说 甚至还有一个投诉 在北京南行机场 说有一个人他岳父 就是因为这种不靠谱的 这种死了 错失了抢救的良机 也有这种投诉 我坐过飞机 我忘了新加坡 还是哪一个家航空公司 是在跨洋的飞机 是在这个 就是要飞十几个小时的中间 有个人心脏不舒服 结果他们就认真地考虑 究竟降落 就机上的人就在问 要不要究竟降落 我觉得这事情真的很大 他会 比方你要飞欧洲的 他给你中东什么地方 就为了救你一个病人 我觉得他是有一套指引的 应该国际上有这么一套 人道主义的指引的 那那个抬单架呢 他的指引到底是什么 到底应该谁抬的 我不懂啊 要叫我个人觉得 好像应该是急救人员 把他抬下来 因为你比如说 急性心梗啊 这个你没有专 他们讲了 就说对吧 你一个空姐 他就说 你比如说在这个飞机上 他们讲这个规程应该是什么 如果有人发了疾病 那么这个空姐要广播 就看看有没有医生 在火车上也是嘛 有没有有专业知识的人 然后看看他自己身边 有没有带药 他没有药 然后机上应该有这种急救包 对吧 然后呢 就联系地面 他这次还说一个 就是说 空姐问了他一句 就是说 地面我们给你叫急救车 地面医生要交钱的 你会给钱的 但是这个呢 也是规程之内吧 是是是 这个我觉得这个 但是肯定会很寒心的 你要是将心比心的话 对吧 当时他已经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了 这么痛苦 然后听到的是 旁边的人不是说 怎么样子 齐心协力 想着去救助他 而是在说 到底是谁的责任 谁来做这个事 其实做这个事 也不是多大一回事 就是怕担责任嘛 其实他们 那这就叫什么 就很像那种 生活在战争里面的人 他听着外面的 其他的所有的国家 争来争去 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到底是救还是不救 到底支持那一方 就是一样的 对 他就说 我们考虑的是我们的生存 到底还能不能活到明天 但是你们呢 这些所有的人 就是谈来谈去 博弈的都是到底哪个国家 或者哪一方最后可以得到更大的利益 就算你们要利用我们 也别让我们知道了 对 我是有一个直觉 因为我没有调查这个事情 我是觉得你真的 你很多地方 你不能不承认 就是张爱玲说什么 华丽的这个袍子 长满了狮子 长满了狮子 对吧 其实所谓现代化的中国 据我的观察 很多时候也是这样 就说 在貌似井井有条之下 实际上还隐藏着一个 前现代的粗糙的国家 不是说没规章 没制度 就跟任何一个电视台 他没制度吗 有制度 但是你看我老举这个例子 上次我当笑话讲 就是我觉得他接口接不上 这就反映了一个什么 这是个多个环节上的一个 甚至包括人员素质上 人的这种 对 他没有人道为先 太多 你比如说 我有一次 他们说现在说北京机场 一下雪就瘫痪 一下雪就瘫痪 我不知道这种责备 是不是苛刻的 就是说你也太 太没起 没出息了 就是说应付点情况 就一些乱七八糟 几百个航班 你就不行了 这个我不管 这也可能是有客观的困难 但是我就说 你比如说 我从香港坐飞机 国内航空公司的晚点了 晚点四五个小时 好没事 好 晚点到那了 我等过四十五分钟 就停在机 他好像让我去广告 我再投诉 强强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就我举一个这个我亲身经历的例子 你就知道从航空公司到机场 还有到各个环节 你在香港机场 没法想象会碰到这样的 要叫我说忒业余了 这什么事呢 飞机也刹车没出故障 停在机场 那北京啊 也是北京就是这个天气冷啊 我等了四十五分钟 然后空姐说百度车没来 百度车 你怎么可能 这个拳击乘客 就为什么不让我们下去啊 说百度车没来 你看他这个协调 好半夜十二点多 降了北京机场 四十五分钟 百度车和那个梯子没来 来了之后上去了吧 上去了 哈开开开开 开到那个要进那个 那个大厅的那个门口啊 第一个乘客骂起来了 门没开 锁着呢 怎么这么 下班了 不是这怎么上着锁呢 你就从这些细节 我就认为是什么 你的规章都有的 可是呢 你的衔接啊 是严重乱七八糟的 何哥你说到这儿啊 我觉得我经历了一次 一模一样的经历 是在哪呢 在希腊的圣托里尼 那个小岛上 我们坐这个小飞机 从雅典到的圣托里尼 也是到了之后 没有人来接 最后呢 那个空姐他们就自作主张 说你们干脆走过去吧 那机场反正特别小的 就没有百度车 我们就自己全都拎着行李 然后就走过去了 其实这个是违规的 但是呢 他那机场反正 也没有其他飞机 也没有其他车 这倒没事 到了那个航站楼了 然后里边 我们的脱迷行李 都看得见 就你在那转行 有没有行李 到没到啊 好像已经到了 对 看得见行李了 但是也是 门是就关着的 当时大家都慌了 一个飞机的人 其实都是那个 外国人多吗 还是啊 然后呢 这个时候 大家在外边 议论啊 骂呀 在喊人那什么的 完全没有工作人员 这个时候就看见 一个高高大大的 黄头发 金发碧眼的一个男的 就站在那台上 就开始 Ladies and gentlemen 我建议 我们现在要怎么做 第一我们要抗议 第二我们要冷静 第三我们要怎么怎么样 大家看 我们的行李 已经在里边了 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那个人一听口音 我当时就猜 我这像个美国人 一听口音 果然是个美国人 就是那种领导法 就出来了 然后大家全都跟着他 就准备 跟着他行动 就在这个时候啊 你知道吗 很好笑啊 一个同机的 一个中国的中年男子 自己在那 倒是倒是 门开了 他说没锁 来来来 你这是国际形势的 一个缩影啊 真的 这是 每个大哥的 中国人早出去了 太好玩了 所以说你们那次 有没有这样的中国人 最后把那门打开了 我跟你说 我碰见的那个 就是是个老红军 你知道今天 有些老干部什么的 其实他们呢 很不满 不满情绪很大 从香港晚点的时候 这个老红军就在骂 就啊 最后他就第一排 一个火爆脾气 啪啪啪出去 一看就锁了 这老红军 拿着拐棍去 就骂起来了 因为就是一路 就是堵啊 就碰着这个 给人添堵的事 等半天 有个人来开锁 乘客才能进去 你说这个可能是偶然事情 但是我碰到的一个情况 是经常性的事情 就是从香港飞北京 半夜到了 香港上面的人 穿的衣服是像你这样的 北京是零下好多度的 他就停在机场的中间 让你走下飞机 那有些年纪大的人 我心想这一下就完了 他到那个衣服 那个衣服可能在 寄放行李或者怎么样 没等 有的人就 就这样半夜 让人家走 这个而且是成为制度 他就是一直这样 我一直在这边 我心想这边 就像个人 那边 我回家 我一会 我一直在爱 我是